就是一切大家全力以赴的去做它 一直证明它是对的 马云从亲戚朋友那儿借了五万块钱 成立了一家叫中国黄叶的网站 他办这个网站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把企业的信息放在网上供人们查看 同时向企业收取一定的费用 一开始有这个概念的时候 挺难卖的 我就想到兔子先吃窝边炒 我就从朋友开始 我们那时候怎么做 我帮你公司来 比方说一个宾馆 你把资料给我 我把你翻成英文以后 你不要付我钱 我把这个资料用EMS快递寄到美国西雅图 我西雅图的朋友做成网页以后 做成一个网 挂到互联网 再把它用彩色喷幕机打印出来 让你用UPS寄到杭州 我再送给你看 这个玩意儿是在网上的 然后他肯定不相信 这些东西是不是你自己电脑 他做个打印给我看看 那没问题 我给他个 就是你打电话 给你美国的任何朋友 或者你这是美国的电话 你打电话问 让他们敲入这个3W的地址查查看 如果有 你付我点钱 没有 你又不用付钱 90年代中期 互联网作为一个新生事物 曾经在中国引起很大争议 有人说 中国不能发展信息高速公路 否则会被西方发达社会所控制 马云一腔豪情 却苦于不能被人理解 1996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 马云找到了当时在中央电视台 东方时空工作的一位杭州老乡 到96年 我记得这好像春天刚开始的时候 他拿了一个电脑来找我 他跟我讲的英特网 中国的未来 中国的精英 中国的什么 我都听不懂 但他的热情打动我了 我说马云啊 你的结果 你自负 跟我无关 只要是合法的 但是我可以来记录你的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当时是 生活空间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嘛 你有理想很好 我们可以记录你实现理想的过程 但是结局你要自己收场的 你这个牛催出去了 万一你说你是胡闹 或者说最后证明你这是 一个典型的胡思乱想 我说我们也无非是记录了一个 善于幻想的人的一段经历 在我们的那个苏生马云那个短片里 能看到很多他在现场推销的画面 他就像个坏人 虽然是滔滔不绝 但是表情有一点鬼鬼祟祟 因为他这个事情 他开始向人讲了 他要干嘛 他要干嘛 我可以建立一个 中国最大的国际信息园 然后我们在旁边记录 我就看表情 就听他说话人的表情 就像我听他说话一样 基本上就不明白 它是什么意思 文化娱乐和教育 全部就介绍给世界 那个有没有姓狗的那个 那是 啊 什么事 就是那个 我们那上来联系那个 中国黄业给国家企业 做宣传的事 什么什么黄什么 中国黄业 就是那个 信息高速公路上 宣传 找工先生 对 工先生的内部 是 就是给国家企业 在信息高速公路上 做宣传 把中国的体育 全部放到电脑里去 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体育 这你必须得找它 因为这属于对外宣传 我们注册下来了 那么他说 打开里面都空了 打开里面都空的 那么高音会的忙 就开始 这件事情 你应该 首先应该先约 办事程序 应该你先约 你要不约的话呢 很难给你做一个 很满意的回答 我还记得 那一天拍摄都很累 然后晚上 我们好像是坐在一个 公共汽车里 还是在怎么车里 我忘了 他那样看着那个 北京街道的灯光啊 在他脸上 缓过缓过 他就说 再过几年 北京就不会这么对我 再过几年 你们都得知道我是干什么 我在北京也不会这么 落魄 未来几年 我们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竞争 各种各样的诱惑 而改变我们的想法 也许有一天 我们会放弃某一个产品 但我们永远不会放弃我们的使命 永远不会放弃 这个公司要追求伟大的梦想 中国电子商务 世界电子商务 并没有历史 没有什么说 什么是最好的 而我们去创造 什么是最好的 所以前两天我说 Don't be the top Let's go create a top 1997年 马云带领杭州的一帮人马 来到北京闯荡 当时他已经在网络界小有名记 Yahoo 新浪等网站 纷纷开出高新 邀请他加盟 但是马云思索再三以后 统统予以了回绝 当时互联网在中国是 应该是真正热起来 就第一次热 就是一个热浪起来 主要这个流行的 主要是门户网站 新浪阿雅 这种网站 大部分看好的东西 你不要去跟了 已经轮不到你了 就像我们 我们以前讲这个话 也事实上也说 就是如果说一个方案出来 90%的人都同意 我一般要把人的垃圾对去 因为不是你的 别人都可以做得比你更好 你凭什么 从进北京的那天起 马云就梦想创立一个 与众不同的商务网站 但在当时 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 搞一个像雅虎那样的 门户网站 是唯一可行的方案 1998年年底 马云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 放弃北京 重回重舟 但是当时遇到的困难太大了 再加上我说 很多问题的成熟和成功 要有一个气候